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灾区的工作 这是蛮奇怪的专业 这专业你们可以想象 晚上回家的时候 睡觉之前 希望明天有灾难 哪有这种专业 今天谈就是这个 我们十几年的工作 一些感想 请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渐渐流失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叙述不太对 力量始终在 是一些我们这些专业者 或者是诸位 或者是掌握这些知识 或者是话语权的人 让这些力量慢慢地消失掉 力量还是在的 我们在灾区的工作 从921到汶川 甚至于大陆 还有到西藏 特别提一下西藏的工作 虽然我们在那边只做了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小村子 但是因为它的条件很特殊 很能够反映我们的看法 所以我还是提一下 我们要解决的事情 并不是灾难 所带来的事情 就刚才我提到的 如果说我们是灾难建筑师 我们是绝对否认的 甚至于说我们是属于 人道主义的建筑师 这个也很难否认 但是还是要讲清楚 真正地支持我们做这些工作 还是我们的专业 还是面对这个所谓的 70%人类的建房的领域里头 因为灾难所引起的 要解决的问题 并不是灾难当时 而是过去的积累 所以重建是很困难的 在任何灾区重建 大家很多人想象 都认为说 只是解决他们住的问题 不是 甚至解决他们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 我们是建筑的专业者 我们碰触的是这个 那么大的领域 过去这个专业的人 从来没有看到 没有碰触到的 这个领域的工作 这个领域有多大 我们随便举一个 中国大陆的农村来看 大家是非常吃惊 或者像震撼 就是中国大陆城市建设的那种 数量跟速度 但是在农村里头 没有人静悄悄地 盖了四倍的房子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 更何况所有的专业者 是不可能到这边来工作的 这农村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讲那个环境的灾难 或者二氧化碳排放 农民盖房是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对地球软化 但是这个领域始终 我们这个专业者 没有办法touch到的 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岛 盖的都是这种房子 看起来很漂亮 而且农民花了一辈子的积累 就盖这种不堪使用的建筑 而且完全不环保 而且不合理 而且盖到负载累累为止 这种房子看起来好像是现代的材料 砖 混泥土 过去传统没有的 但是这种房子完全不抗震 很简单讲就是完全不抗震 其他的不用讲 它完全没有抗震的能力 我们在汶川的灾区 可以看到这很典型的 传统的房子 连乌瓦都没有掉几片 但是现代的房子全部垮掉 到底我们所谓的现代化想象是什么 这个完全是人的错误 可以避免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谈的 我们要做的 专业者应该要做的事情 农民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些事情呢 可能五百年后 可能一千年后可以 因为生活习惯改了 用的材料也改了 所有的东西都改变的过程当中 他用事物的方式去摸索一个正确的做法 那可可能是好几辈子以后的事情 所以那是不可能的 包括海地也是一样 包括第三世界开发中的国家 大部分的地区就是这样 所有的人类在追求一个现代化 但是那个现代化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跟我们专业领域无关 专业的力量完全没有办法进到这里 这个未来的挑战 那这不是我们今天报告的重点 但是这个始终都是贯穿我们所有的思维 我们作为当中所必须要面对的 面对sustainable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想法 观念 做法 全部都要调整 很简单讲 那绝对是一个文明的重构 更何况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 那我们这个专业者 怎么面对这个课题呢 我这边提出来一个做法就是 你一定要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 那个神秘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做到 不是一己之利或个人 这个有办法做的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强人的 英雄的观念能够解决的 那我们提出来就是所谓的 开放的体系跟简化的构法 那什么叫开放的体系 譬如说我们做的这个 左手边的这个钢架 那在这个条件之下 这个开放的体系 所有的东西 因地制宜的 或者说不同的材料 你都可以用得上 甚至于它里面可以很容易地改变 也就是说 我们要专业者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把王子盖好 简单讲 你是提供一个平台 一个不可取代的 最少的作为的一个平台 这叫做开放的体系 传统的工艺可以结合进来 它有很大的弹性 像比如我们在青川北边 四川北边的协助的重建 今年经济状况比较不好 我只注意了 以后慢慢逐年把它完成 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业体系 包括我们八八水灾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做法 完全不是这个思维 完全不是思维 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房屋工业的体系 我们房屋建房的体系 它没有办法提供这种的功能 这是技术问题 另外一定要谈的就是简化的做法 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新的 就跟传统不一样 新的构造体系 那村民或他们的灾民 它怎么把力量弄进来 这个大妈 欧巴桑 小朋友 他的力量也可以加入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技术上 必须克服的就是怎么样把它简化 包括我们的青钢体系 青钢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们讲比较高科技的一个盖房子 我们设法把它简化 你只要会锁螺丝 它就房子可以盖起来 我们讲这个协力互助 村民互助 你没有这种条件的话 你没有创造这个条件 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刚才谈到简化 我们再回想 看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所有的工业产品 这个电脑 我想诸位 我使用的功能大概不到1% 然后它周期又那么短 所以我们花了大部分的钱 是制造垃圾 这个我想大家不会否认 但是包括房屋工业化的体系 有没有人来设计一道体系 我们栽民 适得其分的 它可以操作的工业化体系 房屋工业化体系 没有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怎么样把东西简化 简化包括生产也是简化的 这个是在1999年地震以后 我们在少数民主的社区 大家知道了 这些团少数社区 我们带它建立的这个很简单的工厂 青钢结构的工厂 你没有投资几千万上亿 你是不可能玩的 不可能说是花个十几万 二十万 它就有办法做这方面的生产 那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如何让它变成简化 社区可以操作的一个生产体系 这是八八水灾的 因为我们的处理的量比较大了一点 有一些很简单的冲床 这个工厂呢 一年可以生产两千户的房子的量 那用那么简单的设备 旁边就是爱寮营区 也就是大那个 那个 那个好茶部落的那个安置区 他们可以到这边来 参与这边的工作 那这个工厂的 刚才提到的 它为什么那么有效率 诸位刚才可能没有看到 后面还是有菜园的 还有养鸡的 因为太有效率了 没有那么多房子好盖 所以你做一做 你还得去种菜 你可以种菜 你可以养鸡 这个对我们现在 做工厂管理的人 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这个观念是要改 还什么叫做速度 什么叫做速率 我们这个东西是用手工 很简单的手工 就可以盖的房子 可以组装的房子 每一个都慢慢地做 但问题是 我一千户可以同时做 所以它的速度是奇快无比 没有任何工业化的生产 多厉害的机械 都没有办法 跟简单的手工具来做 那么大的速度 所以这个是观念上的 一个转变 量化始终是工业化 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你没有量化的话 工业化是没有意义的 工业化它如果没有办法 处理量化 这些工业化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是万科 全世界最大的开发公司 在大陆 他们研发了一个PC的体系 PC就是Precase的工作体系 他们那么大的工作量 都无法支持这个系统 所以量化的概念 跟简化是扣在一起的 我们不到500户的房屋的生产 我们就可以做到量化 所以我们的成本 可以降到非常非常低 至于降到多低 保留一点 这是商业秘密 因为我们还是有同行的 我们还要注意人家的工作权 那我几个案例 要很快地说明一下 怎么样反映 我们的这些的观念和想法 少族社区是第一个 我们在9月以后 第一个做的这个社区 它主要的是 不只是安置问题 它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保存 房子都是欧巴桑做的 所以你们去那边看 房子歪歪扭扭 大家可以亮起 但是他都不会抱怨 为什么 自己做的 是吧 都是欧巴桑做的 最近 正好是祭典时期 他们都会唱他们的 传统的祭典的歌 那是台湾在这块土地上 保持着最完整的声音 那这个音乐呢 都几乎是没有流失的 有二十几首 只有祭典的时候能够唱 那这个叫做多声部的音乐 就是你任何的音高 你绝对找得到你的共鸣点 所以它是参与式的 音乐的结果很简单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它不是听表演的 不是 那这个 这种的音乐就是我们 现在盖房子的一个 基本的概念跟逻辑 我是不能可以建立一个 基本的很简单的架构 所有的 它有很大的弹性 你都可以在上面表演 而西藏 在西藏盖房子 这是牧民定义房 是必须经过相当的考验 要抗症 要克服运输的问题 而且你怎么贫管 这是传统的 他们牧民的土房子 因为它的动土层 有大概一米八那么深 季节性的动土 所以你的房子 它土会动的 土房子呢 它会归裂 但是没有问题 它会愈合 土是会愈合的 混一土都不行 全部裂掉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对 因为那个冬天是非常冷的 大概到零下二十几度 大家想到的那个 那个断热的技术 大家都没有问题 大家都可以说 怎么样 insulation怎么处理 但是不行 因为他们柴暖 是用这个牛粪炉子 牛粪炉子生得很快 一下子火就过了 所以它必须靠土 把这个热量保存下来 然后再慢慢地释放 所以性盖的房子很容易感冒 你晚上不可能再来生活 是吧 所以还是土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就 在传统的那个土 还是用土 我们只是给它一个清刚过 你只要会拧螺丝 你会做得起来 抗生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很保暖 另外就是它可以跟我们 传统的木结构结合 传统的工艺又能够保存下来 最重要居民可以自己做 现在在西藏 牧区一工 跟台湾的工资差不多 你哪有那么大的经费 去盖这个房子 这个还是最恰当的 最适合的 就牧民自己做 这是做起来的房子 还可以看 八八水灾 我们大概会做 大概一千户左右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房子 大概三十坪左右 那周边我们其实都安排了 很多它可以延展的 因为每个人需求 其实我捐助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你要多一点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做 它可以旁边加石板屋啊 那些 这是现代状况 它可以 但是政府好像很讨厌我 因为鼓励违章 我是观念的问题 这要说清楚 好像有点难 诸位有机会 大概去跟政府讲一下 那这个也是 这用大概只有 百分之二十的经费 这个部落 因为它不是灾民 它也不承认自己是灾民 没有办法 他们自己租了土地 然后用很少的钱 完全看到自己的 靠自己的想象力 创造力跟劳动力去做 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要找的 全世界 束手无策的海地的重建 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 所有人住在帐篷里头 大家都觉得 他们是弱者 我们要去帮助他 他是弱者吗 能够住在这种房子里头 他们的社会关系多紧密 绝对不是弱者 看一下他们怎么盖房子 有没有 用甩的 这不 不稍微看江湖 跟我们没得到嘴 不可思议 人家他多有power 他多有能力 他怎么会是弱者 另外一个看看 他是用这样 像灌江这样甩上去的 我们这专业者 在设计他们的房子 希望他只要吹口气 房子盖起来的这种担念去做 那是为我们设计 不是为他们设计 我们现在模拟一个案例 就是那个 蓝白的那个是帐篷区 那旁边就是他们的要重建区 那我们其实只是提供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构架 还有网子 他们敢打碎以后 加一点水泥填到里面去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只要提供这个材料就可以了 其他的 其他的要靠自己 他可以 他可以扩 他甚至可以挤护人 一起协商以后 看怎么处理 做起来的房子 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种很严密的社会关系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他忙 因为他有土地的问题 只有自己协商 社区的力量 自己协商才有办法做这种工作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想通 那个海地重建 不可能 像台北市那么有活力的地方 这是台北市的街景 但是市长千万别去拆它 这是表示 台北市民的创造力 活力跟活力的一种景象 好 很快 这个汶川的地震 我们看一下 枪竹弟兄们 他怎么样自己盖房子 我们协助这个钢架 还有设计 其他全部自己来 每一户 没有一户是一样的 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而且用很少的钱做的 我们看一下一个影片 在山上杨柳村的村委会 村支书杨昌青 正组织了村民 选拔施工队成员 明天要在谢老师的团队指导下 自己组装青钢架 五名 还有呢 要进一花圈 已经有五个人了 四十名 我也把一名 我也把一名 我把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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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一名 刀刺到了 刀刀刀刀刀刀刀 这一柱子 对柱子大桥 对柱子大桥 杨柳是我之前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 现在是第三个星期 那么我是和这里的村民一起做基础 然后现在和他们一起煮架子 主要我还觉得这里的干部群众关系都挺融合 就挺和谐的 当族人就是天生挺乐观的 他就很喜欢开玩笑 喜欢快快乐乐地干活 他不喜欢帮着脸干活的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套工作方式 盖房子的房子比较特别 只要我们第一栋 我们带他做过以后 他就完全可以掌握 像今天地的价值就知道 前两家三家比较神苏 接下来就很快了 掌握接下来有点快了 完全没有问题 就好像今天上午 我们看他们煮第一个架子 还很不顺利吧 可是现在煮到第六个 大家已经是很自然而然地 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 有一个团队协作 因为我们在农村也都待过很长时间了 所以对他们盖房子 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欢迎 其实到实际状况的时候 让我们更吃惊地运动 地震以后很多年轻人全部都 在外面打工全部都回到四川 回到村子节的餐饮重建 那他们的那种工作能力啊 技术能力 相对之下都超出想象 你家住在北京 住在北京 我也去过北京 是吗 对 北京打工嘛 也是在工具上 两个人 因为城市场里面 slaa 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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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今天看看我們這些工作人員 不管是他們上架子啊 做任何動作 都很專業啊 雖然是一開始有點生疏啦 但是幾次以後就非常熟練 因為整個中國的城市建設就是他們幹出來的 就是農民工幹出來的 所以你沒有任何的理由懷疑說他們沒有辦法自己蓋自己的房子 這就是我們要找回的力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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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